我们再来看看习近平 他此刻人已经飞到了法国去 而他的欧洲之旅到底代表了什么意义呢 我们先看到他一落地之后 法国的总理就在巴黎机场亲自迎接他 而且阵仗蛮大的 习近平还跟对方讲说 你中文说得很好 对方只说了你好两个字 您看到他牵着手 这是彭丽媛他的夫人的手 一下飞机当天是下着雨 而法国的总理来跟他问好 用中文说你好 那在机场尽管是下雨湿漉漉的 不过还是可以看到法国铺上了红地毯 礼宾也分裂红毯的两侧 来迎接习近平抗力 另外我们看到一下飞机之后 法国的媒体就刊登了习近平署名的一篇报道 那应该是他的幕僚写的 可是某种程度也向外界表达他此行的一些想象 跟一些看法 他说希望法国为中国的企业提供公平的营商环境 认为大家能不能够做下来公平的做生意 希望法国为陆器提供公平营商的环境 同时也希望跟法国的一起传承建交精神 然后加强沟通协作 维持世界的和平稳定 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 我们看到了疫情前上一次习近平去访问法国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2019年3月 马克宏还把1688年 那个时间点几百年前 第一版的论语导读法文版的原著 作为伴手礼送给习近平 这非常珍贵 另外我们再来看看 包括今天的行程是什么呢 今天是习近平 马克宏跟欧盟主席冯德莱恩 举行三边会谈 这三边就会就方方面面 像是中欧的经贸 还有俄乌战争等等议题 都会来交换意见 也会进行一些交锋 法国是希望中国对农产品开放 因为法国有很多农产品 尤其是落农业 同时要解决法国化妆品 出口到中国的智慧财产权的疑虑 而在这个主要的大国之中 习近平这一次只访问法国 另外是两个中东欧的小国 所以外界就说 这显示中法的关系相对友好 同时也展现马克宏 作为欧洲调解人的地位 可是不要忘了冯德莱恩 过去有人把他定位为反中大将 所以这个冯德莱恩会晤习近平 他到底会说什么呢 冯德莱恩在会前是这样讲的 他说他希望敦促跟中国公平竞争 欧盟职委会最近几个月 已经对中国的一些物品展开调查了 应该消除跟中国关系的风险 但是不希望跟中国脱钩 这是冯德莱恩的说法 而另外呢我们来看看呢 包括这个马克宏他的焦点 可能会放在乌尔战争 他希望习近平能够做调停人 习近平的目的也蛮简单的 经济议题经贸议题 因为过去一阵子 中国大陆有很多的生产的一些汽车 还有各种的物品 可能已经有点过剩了 希望可以来跟欧洲做生意 那纽约时报呢 揭发或者是揭露 他们认为习近平到欧洲的意图 其实是希望弱化美欧连结 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内容在这里 我们揭露 他说习近平选择造访的法国 萨尔维亚 匈牙利这三国 多多少少都对二战之后 美国主导世界的秩序 投以怀疑的目光 可能对美国采取一个 比较怀疑的一个想法 所以呢他去拉拢这三国 并且希望这个北京 来做一个制衡的力量 然后这三国也想要改善 跟中国大陆的经贸关系 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人民网 做了这个报道 这个是下一站习近平要去的地方 叫做塞尔维亚 他们就去访问了塞尔维亚 包括他们的交通部长 还有各部会的官员 他们认为 塞尔维亚认为 这个中国匈牙利和塞尔维亚 参与了一个项目 一带一路的项目 还有基础建设的项目 所以你可以看到 包括这个首都 贝尔格勒跟布达佩斯 这两国的首都 其实都可以有一个连结 在这个首都会建议高速列车的连结 而另外你可以看到塞尔维亚 可能比起这个法国更加欢迎习近平 因为习近平人都还没有到 我们看到大马路上面 这是塞尔维亚的首都 都可以看到巨幅的五星红旗 而且机场 从机场的道路 延伸到市区十公里 两侧都有中国的国旗 所以也可以看到塞尔维亚 在这个欧洲国家来说 应该是对中国 可以说是相当友善 可以排名前三名吧 来我们来看看塞尔维亚总统 也特别说了一段话 接受访问 来看看 我认识尔维亚总统的 设计尔维亚总统是最大的秘密 首先是什么 什么是在我们的旅途 有特别的旅途 设计尔维亚的设计 我认识 我认识 你认识 你认识 我认识 你认识 它改变了三次 OK 但是 有设计尔维亚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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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设计尔维亚总统 我设计尔维亚总统 这是中国大陆央视 做的一系列报道 他们先到塞尔维亚 去访问了他们的总统伍奇奇 那你也可以看到 伍奇奇看起来 是蛮期待习近平的到访 来 请教亮哥 我们倒着讲 塞尔维亚 事实上中国算是救了他 因为那个时候 他被北约轰炸 轰炸了78天 满国废墟 那当然是透过一带一路重建 那也包括塞凶 就是凶塞铁路 就是塞尔维亚叫匈牙利的铁路 然后也包括他有一个钢厂 很大的钢厂 已经快要破产了 那中国去把它接管 那重新把它弄起来 那当然因为中国大陆 在塞尔维亚有一个特殊的经历 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 所以他就很能够有同理心 跟塞尔维亚站在同样的立场 就是被北约不当的轰炸 其实炸78天真的有点故意 有必要这样吗 所以他到现在拒绝加入北约 拒绝申请欧盟 就是这样 那塞尔维亚就一直想要有 那个地对空的防御飞弹 那后来中国大陆不是经过土耳其 特别运进去 那个红旗地对空的飞弹 对 所以这整路这样走过来 所以坦白讲是有特别的感情 那我估计中国大陆 应该也会给他一些投资 那匈牙利就是中国大陆做 这个电动车到欧洲的一个样板 林德时代在那边 投资了电动车的电池 然后现在他又要去匈牙利 投资一个汽车城 那其实就是要像马克宏说 其实我们不会独享利益 我也愿意来投资 那事实上 马克宏对大陆那个电动车 补贴的那个争议 我觉得法国的部分已经解决了 因为法国他就单行处理了 他就取消对中国电动车 在法国落地的消费者补贴 所以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在法国的那个占有率 已经跌到4% 已经大跌了 就是他补贴 那个给法国车子的消费 法国你如果买法国车 就有消费者的补贴嘛 那中国车就没有 那问题是这个案子 你要提到欧盟嘛 那德国并不赞成 所以那个议题是虚的 我觉得把冯德莱恩摆在旁边 主要的用意倒不是说黑白脸 他哪里甩冯德莱恩 冯德莱恩都快下牌了 拜托 而且那个消费也反对 冯德莱恩 我觉得摆在那边 主要的意涵是说 我不是用法国的身份跟你谈 欧盟的身份 我后面有欧洲 事实上那个世界报 法国的世界报 就写了这样的一个色论 就说马克宏绝对不是用个别的一个 欧洲的国家跟习近平做国事访问 他背后是代表欧洲 你如果不是代表欧洲 哪有这么重要 讲白了 因为这个世界的四强就是 就是美国 中国 俄罗斯跟欧洲 所以就是拿他出来是要代表欧洲 那当然他可以去代表欧洲做一些发言 可是马克宏的用意是让他 事实上他也自己讲了一段话 说法国跟中国的经济关系要 我们叫做什么重开机 那希望跟中国有更多的交往 因为法国跟中国的贸易 现在不到800亿美元 这算很少 因为中国跟德国的贸易是2000亿 跟俄罗斯的贸易是2400亿 然后跟荷兰的贸易也超过1000亿 你堂堂法国不到800亿 所以这显然有很大的空间 所以中国大陆我估计会给他一些 优惠 比如说法国的农产品跟架构农产品 要出口到中国 一定会开放 化妆品 事实上那个 他有一个什么 欧莱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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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莱雅事实上有三大研发中心 有一个就在中国 所以我认为他们未来有 会有蛮多的经济上的合作 还有空中巴士 还有法国的电力集团 要发展核电 大概都会有一些关系 还有一些奢侈品 法国最重要 对 那是当然LOV 之类的 建长 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之前他发表的这篇文章 他里面特别强调的是什么 他强调的是中国的发展 是毫不动有的坚持对外开放 欢迎更多的高质量的 就是刚刚正亮老师讲的 法国的化妆品 还有法国的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意思也就是说 现在中国市场展开双手 向法国开放 那向法国开放如此 这么大的诱因 然后还有我们刚刚讲到的 未来古巴一定会迎来很多的观光人潮 这个在多年之前 法国已经吃过这个甜头了 所以他们一定也会大量的 大力的向中国开放 那我们刚刚讲到说 有关于匈牙利跟塞尔维亚铁路 也就是从布达佩斯到贝尔格勒的这个铁路 其实它已经在2023年的10月17号 一带一路上面签约了 那这个也是一带一路的一个项目 大家比较意外的是 这个是在内陆 而且没有靠海 那不过这个代表什么 这个就代表了 之前我们讲到印尼的高铁 亚万高铁 让东南亚国家 现在大家心都痒痒的 等到我们刚刚讲到 匈牙利到塞尔维亚的铁路 它不是高速铁路 它只是动车 那通车之后 相信也会有非常多的欧洲国家心动 而且在2020年 疫情最严重的地方的时候 事实上来讲 中国提供了非常大的一些医疗的资源 所以甚至在那个时候 这个不是现在的照片 在那个时候 在贝尔格勒的街头 我们可以看到 感谢 感谢您 习大哥 还有这个广告 不是只有这一张 是到处都有 那只是我列了这么一张 其实我们讲到 习近平主席 他去了塞尔维亚 这个是2016年的照片 他不是只有去塞尔维亚而已 他还到了贝尔格勒 当初的大使馆 那个被轰炸的大使馆去 那这个就是他当年的悼念的一个照片 那那个大使馆 当年被炸得稀里呼噜的 那炸完之后 现在中国已经把它改建成一个 中国文化中心 那这个我们刚刚讲的武器齐 他一直没有开幕剪彩 是不是这一次习主席到访 他就是要去开启这个文化中心 那至于说这个1999年的时候 这个美国轰炸了这个大使馆 美国一大堆的理由 我们想一想 以色列去攻击伊朗的大使馆 伊朗怎么还击的 中国把这口气吞下去了 但是这口气绝对不会永远不吐出来 那请教兵哥 我觉得法国这一次 这个整个场面是做得十足 那当然给习近平最高规格的领域 那就是将于取之必先与之 就是我想要你的东西 所以我就给你更多的东西 看起来一副我对你很好 所以法国这一次 对中国大陆要求应该是非常不少 大概希望中国大陆开放很多东西 然后对他们限制要大幅的降低 那至于你们说冯德莱恩跟他一个半白脸 一个半黑脸我不认为 冯德莱恩那个黑脸可不是半的 他本来就是 他是就是本来就是 对中国是鹰派 所以他讲的那些只是言不由衷的 他其实内心是希望能够跟中国大陆脱钩就脱钩 只是现在是欧洲做不到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我个人认为法国还是会走自己的路 虽然他把欧盟也拉来 但是对他来说 他要的是在欧盟中的主导地位 跟法国自己的经济的意义 那如果只要中国大陆愿意对他开放 他其实没有理由不接受 更何况 现在疫情过后 中国大陆的观光客也开始对全世界复苏了 其实之前对中国大陆观光客去法国 就造成非常惊人的购买力 这对他们来讲也是一大优因 所以我觉得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 马克宏应该都不会希望自己跟 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搞坏 那至于他们说 马克宏的焦点会放在乌尔停战吗 我是讲实在话 乌尔停战怎么会去 把这个重点放在习近平身上 我是觉得很奇怪 他又不是参战国 老实讲他讲的这两个国家也未必听 而且现在就是对乌克兰来讲最好的时间 其实已经过去了 那你现在叫习近平能够谈什么呢 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不认为 马克宏会把重心放在乌尔停战 对习近平有这么高的期望 我是不太认为 那至于习近平当然跟这三个国家结合 就是希望能够列解美国的这些伙伴 那问题是 其实这篇报道讲的是 这三个国家其实也想不要跟美国那么靠近 所以我觉得当世界已经进入另外一个国际局势的时候 每一个国家都在站自己最适切的位置 那我们台湾自己什么时候能够站在最适切的位置 好我们看中东的局势 这个以色列的总理纳坦亚胡 他真的是非常的强硬 他也拒绝了哈马斯的停火条件 因为他说我没有办法接受哈马斯 从地下掩体走出来 我现在已经掌控了加萨地区 如果再向他们屈服的话 那对以色列将是重大挫败 对他来说他就是要赢到底就对了 而我们看到呢 包括像是一些传播媒体跟新闻 那台亚胡也做了一些处理 现在以色列的内阁一致通过了要关闭境内的半导电视台所有的业务 大家知道半导电视台是阿拉伯世界里面的像是CNN那样的存在 就是他是一个蛮知名的媒体 本来在以色列内部也有一个office 现在呢 他把它全部关掉 而且立即生效 可能因为他报导的立场比较偏袒 因为阿拉伯世界嘛 可能偏袒加萨那边 所以以色列就干脆把它给关起来 而另外我们看到 包括他把他的这个通讯设备通通给这个没收了 这个是我刚刚讲的半导电视台 那要做绝对的控制在战争上面 包括这样发音的管道跟新闻的这个 这个可能对他们不利的新闻通通都要把他给封堵起来 可是包括美国本土的反乙情绪还在不断的升高 我们看到华府有可能会暂停向以色列供应弹药吗 这是美国媒体的报导 而且他引述的是这个两名以色列官员的说法 他说美国政府啊 最近可能迫于国内的这些抗疫的这些声浪的压力 所以近日会暂停向以色列运送弹药 这个说法也引起了以色列非常的担忧 不过我们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看到白宫相关人员的重识 而另外我们来看看呢 包括这个示威越来越严重 也越来越扩大 请导播让我们看看画面 连海军部长也敢呛 示威者大闹密西根大学的这个毕业典礼 那警方也进场去做一些包括秩序的维持 您看到那个脚踏车被举起来 就是警察 他把脚踏车给高高举起 拿来当武器 来威吓这些示威者 那可以看到出来 现场呢其实也是一团混乱 那政府如果拒绝倾听学生的声音 必须讲 很多学生其实 不管在social media上面 不管在他们自己同才之间 在社会上这样的氛围不断的扩大 他们说如果政府拒绝听我们的声音 他违反程序镇压我们 警方你这样的做法就像是独裁国家 因为有不少的学生也被逮捕了 我们再来看看伊朗 伊朗最近天气感觉有一些怪怪的 极端气候带来了龙卷风 所以你看到天上降下了一大堆的鱼 是本来在海里头的鱼 从天而降 你看到当地人在地上随手都可以捡到鱼 有些鱼都还是活着 直接下了鱼鱼 fish 鱼鱼 非常特别 所以网友就说 你看看以色列没有发射飞弹 可是却帮我们送来了鱼 而另外我们看到呢 包括这个以色列的问题跟加萨的问题 很多国家其实都有选边站也都有出意见 美国现在对沙烏地阿拉伯施加压力 他说如果你不同意啊 这个关系正常化的话 我就不帮你提供安全保障 可是沙烏地的这个外交大臣说 我们还欠缺一条真正通往巴勒斯坦国的道路 所以他的这个立场看起来也表明的非常清楚 土耳其也是一个重要的国家 他说我们不能只让这些阿拉伯国家的这个加重他们的负担 也不能只落在阿拉伯国家的肩上 我们也要尽一分立 他也要采取一些立场 所以对于以色列跟加萨的一些这个分争 我们看到很多这个阿拉伯世界跟包括像是土耳其这样的国家 他们也都选择了他们该选择的做法 而另外呢包括乌克兰这个问题要怎么解 刚刚我们听到兵哥讲说法国说要请中国来调解啊 可是看起来很难很难 可是有一些国家还是想要做一点事 像是瑞士他6月15号要开一个乌克兰问题会议 那他希望金钻四国里面除了俄罗斯之外的中国印度巴西跟南非都来参加 那有没有用呢 这样这样调解会到底有没有用呢 另外我们看到俄罗斯也使用了北韩的武器 据说这是乌克兰的武器调查员 他们说他们发现这个飞弹的残骗 这个证明是北韩的火星11弹道飞弹 而且零件大多是欧美制成的先进产品 还有美国的一些电脑 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金正恩 金正恩有一首新歌最近在抖音上面很受欢迎 来听听看 是北韩新的一个政治宣传歌叫做《和蔼的父亲》 那宣传的是金正恩 因为他的这个旋律非常的洗脑 所以在抖音上头据说大受欢迎 美国的这些年轻人很喜欢 他的这个累积的观看人数已经是数百万了 才刚刚推出而已 在TikTok 有人说这个泰勒斯的新专辑被金正恩给打败了 这是一个小花絮 来请教两个怎么看 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那坦雅胡 到底是怎么解啊 还有当然乌克兰的问题 我刚刚看到一个消息啊 说以色列的军方已经要求拉法的东部的居民 他说要疏散了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他已经快要打了 他一块一块打 刚刚出来的新闻 要东区拉法的东区的居民赶快疏散 那另外我现在讲的都是非常坏的 消息啊 那另外一个是俄罗斯啊 俄罗斯宣布这样在俄罗斯的南部啊 进行战术核无演练 那这个是想言是针对北约的 是 就你如果敢介入那我就完真的 所以坦白讲啊 都不太妙了 不太妙 因为 那他雅胡是让他的心认知已经非常清楚了 他就认为哈马斯那四个赢 他一定要处理了 那他的目标本来就叫消灭哈马斯嘛 那在拉法地区就是有四个赢 这是非常清楚 而且现在也走不掉 因为他被整个团团围住 所以看起来他是要打了 那我真的不知道接下来美国还有美国的血运 要怎么去面对这个状况 就美国搞了半天而且还一度好像听说现在做了一个停止供应弹药的动作 可是这个没有用啊 他如果真的打进去 你美国 因为他不可能都没有储存弹药 手上还有啊 还有啦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而且这个也不会打太久 因为那是一个很很小的地方嘛 就只剩下一点点地方啊 那你想一想这些人都没地方去 那现场围困 你就想一想会死多少人 绞肉机啊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那这个 事实上很多国家都是借机来做外交的表演 我们也必须这样讲 比如说土耳其 土耳其你这样有什么用 对不对 你竟然表示你现在都在对以色列扬言要制裁嘛 这个没有用啊 现在变成是要有军事出手能力的人 才能够解这个困 要强势的阻止才有用 而且要军事动作 军事动作 强势出手 来进一下广告 好 刚刚我们听到了以色列已经对这个拉法这个地方发出了疏散的警告 东区 东区 拉法东区发出这个疏散警告 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 来 先请教舰长 前一段时间 一直先是传闻 沙古地阿拉伯要向中国大陆采购12艘的052D的飞弹驱逐舰 但是这个新闻后来就产生了变化 为什么 因为其实美国介入 美国介入的真正原因是 他要沙古地阿拉伯与以色列建立正常的 那关系正常化 那补偿就是他需要的军舰怎么办呢 转向西班牙 但是现在我们来看这件事情 最早应该是在四月月底的时候 那个时候布林肯其实就已经先到了沙古地 那现在我们从苏利文的这一段讲话里头 就是美国不会与沙古地阿拉伯签订任何国防协议 意思就是这一个向西班牙采购应该就是破局了 其实还加上现在不要向以色列输出这些武器 一切都是在选举 我们看一下最新的有关于川普跟拜登 他们其实已经有一点像扭麻花一样 他们之间的差别只有0.8% 但是我们其实最重视的是看同样的这一个民调里面 对于乌克兰跟对于以色列的看法 他们对说民调的提问是说 对于乌克兰的后援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认为不够的是少数 认为足够的也不多 最多的是太多 在以色列这边也是太多 意思是什么 我们之前就讲过 你美国你把大笔的预算 超过你教育的预算 全部你都送去了 这个 送去了以色列 送去了乌克兰 你的下一代怎么办 是 来 接下来广告 好 我们最后的时间交给兵哥 我认为那条小胡就是不会停下来 他就是持续打 因为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他如果不打 他自己马上要面临危机 那打了 他有机会成为民族英雄 所以他当然是选择打 那反正不管你美国接不接受 我就是要这样干 好 疫情解封之后 为了吸引中国游客 我们看到 世界上有很多国家 都祭出了免签证 对中国 那最新的这个国家叫做古巴 古巴是在这个 我们看到加勒比海上面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呢 大陆旅游啊 很多的游客就想说 哇 古巴现在免签证了 所以都去冲去热搜 这个国家 包括古巴游 都已经上了热搜的排行榜 那而且这个搜索的数量 比起过去增加了40% 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包括中国大陆 跟古巴的直航 也将在5月17号 就会辅航 那他飞行的路线 是北京飞马德里 在西班牙 然后到哈瓦那 这是古巴的首都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呢 包括 古巴真的生出了橄榄枝 像是2025年 也就是明年 古巴的旅游部部长就宣布 中国是该年的旅游节的主兵国 所以中国大陆的这个消费力 可能也被这个古巴看重了 那我们再来看看 包括古巴这个国家 那当然大家知道 古巴跟中国大物 都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嘛 那他们有很多的相似处 尤其是古巴的雪茄 中国人最爱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中国的高端雪茄需求强劲 像是古巴去年 它销售的这个总共 整年销售这个雪茄 已经达到7.2亿美元 比上一年还超过三成 中国买的最多 中国是第一名 买最多的 那像是古巴的雪茄 还有咖啡豆 中国人都非常喜欢 也是古巴最赚钱的出口品 另外还有一个事情 可能观众朋友不知道 古巴外销最成功 也最赚钱的 还有一项是医生 因为古巴的医疗水准蛮高的 他们的医学院的训练 也蛮不错的 又很便宜 学费 学费很便宜 所以我知道有一些人 飞到古巴去学医 那他们的医生训练 完了之后呢 也输送到各个国家去 那古巴的医疗 包括古巴的医生 也跟中国密切 在做医疗方面的合作 另外呢 古巴 为什么要特别讲到古巴呢 古巴去年 他的总理有来 有拜访中国大陆 并且接受了央视的访问 我们来看看他说了什么话 所以说 拥有可能性 的一销利 很大和大和中国大陆 每个国家的国家 无限量 台湾 比较大陆 来与美国 的予计 工程 与为 医生 很多人 这是去年年底 古巴的总理马德雷 拜访北京 并且接受了媒体的访问 而另外在军事上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包括俄罗斯 他检查总长抵达古巴 这个是在检调方面的举行会谈 这是俄罗斯的检查总长 所以外界就说 中国跟俄罗斯 跟古巴越来越紧密 那也有人的解读 不是伸手入古巴 互搞对方后院吗 因为大家知道 古巴等于是美国的后院 他离佛罗里达非常非常的近 所以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跟古巴的关系越密切 maybe美国会越紧张 我们看到美国最近不是 在菲律宾部署了中程导弹吗 中国就帮助古巴的军队建设发展 两大强国都在对方的后院搞事 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军事上面的合作 这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 4月15号在北京会见来访的古巴革命武装力量 政治部主任罗霍留下了这一张照片 那个时候何卫东有强调 他说中国会继续为古巴提供所有的帮助 他们能力所及的帮助 同时支持古巴军队建设与发展 所以你看到中国俄罗斯还有古巴的军事官员 都在密切的联系 北京的盘算是什么呢 中国跟古巴的军事合作一曝光 我们就可以看到美国它的雷达 我的意思是它的整个sensor通通都启动了 他认为这是一个新冷战 这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他认为中国跟古巴进行谈判 计划在古巴北部海岸建立新的联合军事训练设施 这个会让中国在距离美国佛罗里达海岸 只有100英里的地方驻扎军队 我刚刚讲了 这就是美国后院 所以古巴导弹的危机会在线吗 可能是美国的梦魇 这个美国不会允许他人的势力 深入自己的自家后院 深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各种的迹象都显示 大国正在互相的较劲和拉帮结派 而为了钳制中国在拉美的发展 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不是省油的灯 也在中国后院布局之外 他也巩固自己在后院的这些国家的一些邦誼 包括你看到日本 岸田文雄也频频出访巴西跟巴拉圭 而拜登总统预计今年在国会会通过美洲法案 而另外呢 我们看到美国在中共后院 中国的后院布局更是非常的多 也前密 包括军事的合作 非美 美非的背靠背的这个军演呢 正在举行 那我们看到武力的大展示 菲律宾会出动105厘米的榴弹炮 105厘米的机动火炮 还有快速攻击坦克 停坦克 美国会出现的军备则是由反战车飞弹 MQ-9死神无人机 还有B-52的轰炸机 我们TVBS也派了记者到现场去做第一手的报导跟职集 也访问了当地的华人 这一位当地的华人 他说啊 只求和平 他讲了 这个是 北洛伊科斯省非华商会的理事长 吕先生 吕虎行 他说 应该做下来应该做的事情 而不是分裂邻居 我们应该要和睦共处 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 在中南半岛上面的越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 中国大陆跟美国可能也都想要拉拢它 过去我们知道越南 它其实买了很多二制的武器 可是现在它改变了 它转向了 它现在有意采购K-9自走炮 这是Made in Korea South Korea 这个南韩的一个自走炮 那北京也会担忧啊 他说 这是不是表示你越南 愿意买美国盟友的武器 增加对抗中国的战力 有很多事情都在暗潮汹涌 我们来问问看两个 这古巴 本来欧巴马当总统 他恢复了邦交嘛 那欧巴马还去访问古巴 这个好不容易有一个契机的 那谁知道川普一当选就把他停死了 那我们也知道 当初古巴的那些反共人士 大部分都流亡到佛罗里达州 那里面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参议员 叫Rubio 那就是非常反共 那都是支持共和党的 所以美国事实上是被自己卡住了 那拜登也不去处理 所以坦白说 你如果是古巴 你被美国封锁那么久 你总要找你自己的出路 当然 不然本来欧巴马那个时候就有解了 事实上美国在 坦白讲古巴革命之前 大概 古巴几乎都是美国人的天下 包括出口 当地的投资等等 那结果现在因为 你刚刚也讲到嘛 就是美国把这个低风 这个导弹系统 越黑风高 飞了15个小时 从美国本地 飞到菲律宾的旅宋岛 那这个当然让中国大陆非常生气 那刚刚好就是何卫东跟 古巴就在几天前见过面 古巴的那个武装部队的政治主任 所以 中国大陆就做了一个承诺说 愿意帮古巴 协助军队建设 那你就不知道那是什么内容 事实上 他们早有培训的演练 那现在就是大家都在猜 说中国大陆会不会火大 也到古巴去给你弄一个基地 那也给你装中层飞弹 在家后院 我跟你讲 因为当年古巴危机 你要知道1962年那时候 那时候你还没有大型运输机 所以你一定要用运输舰运过去 那古巴危机就是运输舰快到了时候 美国派军舰把你挡下来 那现在没有这个东西了 我直接就用大型运输机运过去 而且不一定是中国运了 也可能是俄罗斯运了 因为俄罗斯现在就是想要 跟中国做全面的结合 所以事实上在美国把中层述倒段道 弄到菲律宾的时候 俄罗斯的外长就直接讲这个话 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会玩政治 他就说 那我们就不排除来古巴危机2.0 俄罗斯外长副外长就直接讲这个话 那俄罗斯是更有底气玩这件事的 因为古巴真的在军事上 主要还是俄罗斯 而且俄罗斯的力量 已经进入委内罪拉了 所以坦白讲美国的后院 已经被插旗了 这两个地方 不因为这两个地方都跟美国不好 委内罪拉你也知道 曾经爆发过总统跟国会议长的冲突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都是美国自己折出来的 就是你干嘛不去承认人家当选的总统 搞个国会议长跟他对抗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解铃海区细龄 美国并不是没有空间跟古巴和解 他是被自己卡住 所以你现在就造成中俄有机会来出这张牌 那古巴事实上本来就是旅游胜地 古巴其实很大 你不要觉得他很小 他比台湾大很多 所以他本来就是中美洲非常漂亮的地方 又有雪茄咖啡还有各种美食 所以是其实不是是有点远 不然真的很想去 风光无限 非常好有名的旅游胜地 所以他接下来你可以想象中国大陆 一定会好买他的东西 雪茄不用讲 雪茄一定都跑去那里面 一定还会有咖啡豆 咖啡豆 各式各样 医生 搞不好会有人去那边投资旅游业 可是事实上 我觉得中国一定会去投资旅游业 因为当初冀州岛也是这样 那日本的北海道也是这样 所以真的可以预期了 是我们台湾去古巴虽然要前证 可是我知道出团的也不少 很多人 对从那个欧巴马那个时候解封开始 台湾就好多人到古巴去玩 因为真的很好玩 对那个风情蛮好 又便宜 大家可以参考参考 好来请教兵哥 古巴当然有特别对很多人来讲 是一个神秘感还蛮高一个地方 所以去当然有它的价值在 那大陆会跟古巴进一步扩张关系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古巴本来 它曾经一度其实也想跟美国 缓和它的关系 但是美国自己有自己的问题 那对它来讲的话 它也要发展 那所以中国大陆愿意 愿意跟它更进一步结合 它当然很乐于这样做 那当然古巴跟中国大陆交往越紧密 美国就越紧张 可是问题是这个紧张下 美国能够用什么方式去表现 还再来一次古巴危机那样子 把舰队开出来 当然你如果不撤回去我就开干吗 我觉得现在的美国恐怕不会这样做 应该不至于到这种程度 但它如果不这样做 要怎么样把中国大陆的势力赶走 这个就很麻烦 那当然所以现在 拜登是寄望 这个所谓的美洲法案 如果能够通过的话 它改善跟拉丁美洲这些国家 的经济贸易的关系 这样是不是能够对这些拉美国家 产生诱因 让他们跟美国结合更紧密 但是我个人觉得有限 因为他不要忘记 拜登一上台的时候 就已经强调 他不会跟任何国家先FTA 那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这个法案通过了 会有多大的进展 能够让美国愿意对这些拉美国家 开放多少市场恐怕都还有疑问 速度恐怕也是很慢 更何况你今年通过了之后 然后呢 然后是你当选吗 好像也未必是你当选 如果不是他当选的话 川普上来可能这些又全部翻盘 所以我觉得对 现在对所有国家来讲的话 大概都会等11月 大选底定之后 再决定下一步骤 跟美国之间要如何发展 所以我觉得至少短期内 半年之内 大概美国想要跟这些国家 有进一步的关系 转好或者什么 我觉得可能性都非常低 因为一切都要等11月大选 底定之后再来看 那当然美国现在是 一直紧抓着菲律宾 可是我们一直讲了很多次 就是菲律宾本身 并没有相应的实力 即使是美国现在这几年 包括把日本也拉来 澳洲也拉来 但菲律宾本身 他的海空实力实在是太过薄弱 你看他演习再多次有什么用 你看他演习反登陆 你觉得老公会有兴趣去登陆 登陆吕宋岛还是明达纳尔岛 我根本不觉得他会做这件事 那你做这样的意义何在呢 顶多只是强化之间 你们之间的结盟关系 但是真的能够改变 整个南海的态势 我是非常存疑的 所以对在当地经商的人来说 不管是菲律宾人还是华人也好 大家当然都希望尽量不要冲突 能够和平 大家能够做生意 能够大家一起和乐生活 这样才是最好的事情 可是重点是在于 现在是美国不想让这个地方安静 大陆是一直认为说 南海行为准则通过之后 大家就可以和平在那边相处 一起共同开发做生意 那可是美国就是不要 所以我觉得 恐怕菲律宾自己要去想清楚一点 就是今天造成菲律宾陷入这个窘境的 其实不是中国大陆 而是美国 美国造成你们陷入这样 进不得退不得的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菲律宾人自己要好好思考 好 再请教舰长怎么看 刚刚前置讲说 曾经前一段时间 台湾有一段时间 大家很想去古巴 小舰长我那时候就差点成为其中议员 那去古巴是这样 他不是单单去古巴 他还会去墨西哥玩 他还会 那如果是以台湾来讲 还会经过贝里斯 那如果说我们在这样子看他的地缘关系的话 这里是古巴 这里是墨西哥 这里是贝里斯 大家一定会先去墨西哥的太阳金字塔 然后接下来绕一下贝里斯 想到一件事了没 这个样子会不会因为去了贝里斯 然后贝里斯的外交转向 那贝里斯的后面还有我们的一个邦交国 叫做瓜地马拉 那瓜地马拉虽然1月14号他换了新任总统 他也各种保证会跟台湾保持邦誼 但是这个邦誼其实都建立在经济上面 这也就是古巴为什么愿意给中国大陆 这么样的优惠的一个免签证的部分 那继续我们看 之前我们谈到的是阿提卡岛 那其实阿提卡岛它离迈阿密是有点远的 古巴离迈阿密最近的距离 大概就是台湾海峡的距离 100英里 那我们觉得中国大陆对我们台湾有多大的威胁 同样的古巴就可以这样的威胁美国 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现在我们谈到的肩并肩的 这个美国跟菲律宾的各种军演 搞得跟真的一样 火火热热的 那他们之前还传出有这么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因为我们讲到统财部的长官在这边 所以从这边往这边看 这边是北边 这边是南边 所以吕宋岛在这边 明达大尔在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菲律宾真正的 它的重心是压在这个仁岸礁的部分 然后他还认为解放军他会持缘 储幂永属三个这个岛礁 但是会吗 不会 因为储幂永属上面的兵力非常的强 包含它的兼征系统 这个兼征系统还包括什么 还包括了吴征七 这个吴征七一天到晚在这边飞来飞去 这里吴征七绕一圈 吴征七这里又绕一圈 你觉得他是从哪里起飞的 那接下来其实还有尖十一 尖十一是从哪里起飞的 尖十一是从海南岛起飞的 那也就是其实整个南海 你飞律宾再怎么弯 那个反登陆的操演 其实也是一样的 那我们一直在讲 那个飞律宾跟那个美国的这些关系 一定要靠这些无人机吗 其实不用 那其实在南海有另外一个卫星 叫做什么 叫做摇杆四十一 它就在这个位置上面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击杀链 好我们看到了这个 关于南海这边的一些武力的布置